那我们来追踪洪峰的脚步来自水利部的消息 今天上午的8点长江干流洪峰通过安徽大通江段 随即向下游长江口的方向流去 11号以来长江中下游总体是属于降水的一个间歇期 水位呈现缓慢消退的趋势 但是目前长江干流中下游建立至大通江段 以及两湖水位仍然超紧0.20到2.82米 那长江水利委员会预计明天以后金沙江 长江上游干流区间嘉陵江乌江三峡区间 将会有明显的涨水的过程 而三峡水库将有一次较大入库洪水过程 且后续入库流量将长时间维持在较大流量 长江防汛形势依然是十分的严峻 根据江苏省水利厅的消息 今天上午长江干流洪峰通过了安徽大通江段 那么现在洪峰正在向下游长江江苏南京段方向流去 截至到今天下午的4点 长江南京段水位上涨到了10.07米 超警戒水位1.37米 最新的情况我们就马上连线一下 正在现场的总台央视记者李小 李小受到洪峰的影响 我们知道长江江苏南京段的水位 还在持续的上涨 那为了应对洪峰的到来 现在当地具体采取了哪些措施呢 好的小峰 我现在呢就是在长江的南京段了 那么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的身后 我的身后呢就是南京长江的三桥 那我们现在在这个江堤上啊 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这里有呢 有一个码头 因为呢我们这个平时来看啊 这个码头其实它的这个落差和江面来说 应该是非常大的 但是大家请看一个细节啊 在码头的最前端 我们看到呢整个码头 基本上已经是紧紧着 贴着这个江面了 而且呢由于这个水位非常的高 我们看到停在这个码头旁边的这艘船 也是显得就是浮在水面上 这个江面呢基本上跟我们所在的这个堤坝岸 所在的落差呢已经不是很多了 那从整体上来看呢 就是近些天因为这个受到长江 这个上游大流量的来水的影响 还有包括像这个江苏一直在强降雨 所以导致整个长江的江面啊 和平时相比呢是宽了有三分之一 还要多一些 而且呢这个水的颜色呢 和平时相比也是更加的偏向黄一点的颜色 那么截止到今天的17点 也就是刚才5点 目前长江南京站测得的水位呢 是达到了10.07米 超过了这个警戒水位线8.7米 有一米多的这么一个高度 而且呢今天其实已经是江苏入媒的第36天了 那全江苏呢一共是经历了8轮的降雨 累计的降雨量呢是达到了429毫米 和历史同期相比呢偏多了有98% 那这个降雨量呢应该来说也是非常的大 而且呢根据江苏省气象部门的预望 此轮的这个降雨呢会一直持续到本周末 那么江苏要等到本月的20号才有希望可能会出这个梅雨季节 目前的话呢这个长江南京顿啊 它一直是高水位的这个持续在运行 还有一个呢就是大流量来水持续的压境 那像今天的话像这个从安徽来的洪峰呢 大概是在晚上差不多会对这个南京长江段造成的有一定的影响 所以呢预计明天南京的这个水位啊会出现一个出风 基本上呢未来三天整个长江南京队的南京段的这个高水位啊 将会维持在10米以上 那么为了应对这样比较严峻的汛情呢 所以相关部门呢也是组织了相关的部门相关的人员 24小时在长江沿岸来进行职守 来保护这个长江的安全 同时呢还有一些净水的清水平台呢 也是设置了这个警戒线 防止呢民众会接近这样的平台去细水等等 另外呢还有一些这个跨江的轮渡啊 目前都已经暂时的停航 好的小峰目前南京的情况就是这样了 好的非常感谢李小发自现场的报道 我们刚才看到记者跟我们介绍了 长江江苏南京段目前应对洪峰采取的一些具体的措施